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櫻花 如果今天你們看到我的影片標題還點進來的話 那就真的是真愛啊 沒錯我們今天暫時沒有要來聊衣服跟遊戲 我終於見到來自廠商的第一個業配啦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介紹什麼咧 就是一個通往世界的鑰匙 Zero卡片式多功能翻譯機 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開箱吧 這個翻譯機用法非常的方便簡單 只要在卡片上面取出來就可以了 而且卡片的大小跟擁有卡差不多 如果你嫌麻煩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錢包裡面就可以了 這款翻譯機用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準備自己的手機就可以了 很簡單只要把它插上去 然後下載它自帶的APP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它還有USB TFC跟Lighting這兩個選擇 大部分的安卓機跟ROS都可以使用 所謂的多功能翻譯機功能就必須要多 這邊呢我就整理了四個主要的大功能 分別是翻譯模式、會議模式、採訪模式跟歷史記錄 所謂的翻譯模式就是你講什麼它就翻什麼 先設定好你要翻譯的語言 例如你要用英文翻譯成中文 設定完成後對著它講你要翻譯的句子 那就會變成中文囉 值得注意的是在Zero多功能翻譯機裡面 總共有40種語言可以翻譯喔 這款翻譯機號稱最大的厲害之處就是它有會議模式 它上面有四個紙張性麥克風 只需要把它放到桌上 它就會從四個方向接受聲音 喂你有聽懂我講話嗎 今天我們要開會議囉 在講什麼我聽不太懂 今天我們要開什麼會議啊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晚上要吃什麼咧 採訪模式其實也是語音轉寫的一種 跟會議模式不一樣的就是採訪模式只支援一對一的對話 歷史記錄就是可以讓你找到你曾經用過的翻譯模式 會議模式 採訪模式 文本翻譯 這四個功能下的翻譯記錄 花了幾分鐘來做這款採訪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是香港人 那今天呢我就會用它來翻譯粵語 看它有沒有辦法準確的翻譯出來呢 喂我現在做廣東話翻譯測試 你聽不聽明啊 我現在在做廣東話翻譯測試語音不聽得懂 我有個朋友呢 他經常都十下十下的 你知不知道呢 我說的十下十下是什麼意思啊 全家的地產叫全家產 地產全家叫全家產 黃歸一輪之後發現 其實它有時候的翻譯並沒有那麼的準確 而且它可能比較多人就是會議模式的時候 它比較難判定說誰是誰的聲音 它只要聲音有一點點偏差 它就會有一點誤判 特別是在廣東話的翻譯方面 它可能就是做的並沒有到完全的準確 做的最好的那幾個語言 大概就是中文、日文跟英文 不過它的設計還真的做的蠻方便的 它的大小就只有悠悠卡這麼大 而且也非常的薄 可能對於一些比較常出國或是背包客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翻譯機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用Google就可以翻譯了 可是這一款也是可以做到很多Google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例如說會議模式或是翻譯粵語 這些都是Google沒辦法做到的 好啦 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未來我還是會帶給大家更多的服裝跟遊戲方面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這個就是我新年最好的禮物啦 謝謝大家 掰掰